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正面管教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7万字 我会用大约20分钟时间 为你讲述书中精髓 在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 以和善与坚定并行的态度培养孩子 就会发现孩子带给我们的惊喜 当初为人父母的喜悦渐渐平淡以后 大部分父母会忽然意识到 一个可怕的现实 以往岁月静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 与孩子斗智斗勇的时代 即将来临 现在的孩子早已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 循规蹈矩 他们有个性 有想法 更有行动力 正因为如此 才会有更多的父母 为教育孩子而感到万般焦虑 他们既害怕过于严厉 会挫伤孩子的积极性 又担心过于骄纵 会让孩子变得专横而无理 他们既想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成长空间 又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孩子 反复地犯错 如果父母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感到痛苦 那么就要思考自己的方法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教育的本质是用合适有效的方式 让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尽情绽放自己的生命里 而不是相互指责与仇恨 只有在和善有爱 有尊严 受尊重的环境中 孩子才能感受到归属感与价值感 才会听从父母的建议和指导 学会解决问题 承担责任 从容地面对未来的诸多挑战 而这一切正是正面管教的目的 我们今天解读的这本正面管教 是美国最著名的儿童教育类著作之一 它被翻译成16种语言 总销量超过了400万册 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 许多涉及孩子心理 行为 认知方面的教育理论 提倡父母用温柔而坚定的态度管教孩子 用不夹杂任何惩罚成分的正面管教方式 帮助孩子学会适应社会和生存的人生技能 对于那些过于严厉或者骄纵孩子的父母来说 这本书就像是茫茫大海上的一盏明灯 为他们照亮了教育孩子的正确道路 《正面管教》这本书的作者 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专家 简·尼尔森 尼尔森是理论与实践全面结合的教育家 他养育了七个孩子 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 同时他多年来潜行研究儿童心理学 和儿童发展领域的知识 写出了18本儿童教育类著作 被称为是教育孩子的养育顾问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 改变严厉与骄纵的管教态度 用正面管教方式与孩子互动 第二个重点 不要试图赢了孩子 而是要学会赢得孩子的合作 第三个重点 去除惩罚性的思维模式 培养善于解决问题的孩子 好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改变严厉与骄纵的管教态度 用正面管教方式与孩子互动 有过管教孩子经验的父母都知道 今天的孩子和我们小时候一点也不一样 他们似乎变得没那么听话了 过去我们所经历的教育方法 对现在的孩子几乎没什么用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先来看看两种传统的教育方式 父母最常用的教育方式主要包括两种 第一种是严厉行管教方式 这种教育方式的特点是 孩子必须无条件地遵守规则 一旦违反规则就要得到惩罚 我们来举个例子 一天早晨 妈妈给全家准备了热乎乎的玉米粥做早餐 乔尼不喜欢吃玉米粥 她望着前面的粥皱着眉头说 我不想吃 妈妈先耐着性子哄劝乔尼说 今天下雨了 天气冷 吃了玉米粥身体才暖和 但乔尼不理睬妈妈 妈妈又给乔尼的粥理 加了一些蜂蜜和坚果 尽量让粥变得可口一些 可是乔尼只吃了一口 又摇摇头 妈妈终于被激怒了 她随手扇了乔尼一巴掌 对她说 你不吃就饿肚子吧 乔尼选择了饿肚子 出门去玩了 等她玩够了回家时 一进门就大叫大嚷着说 快要饿死了 妈妈急忙走进厨房 给乔尼重新准备一顿美味的早餐 瞧 不能给予孩子一定的惩罚 但是她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所在 同样的问题会反复的出现 甚至孩子的不良行为强度 还会逐渐加重 第二种是交纵型管教方式 这种教育方式的特点是 家里没有任何规则 爱是包容一切行为的基础 我们再拿乔尼举个例子 一天早晨 乔尼走进厨房 妈妈关切地问她 宝贝 早餐想吃点什么 乔尼并不想吃早餐 但是她知道怎样操纵妈妈 于是她随口说 想吃面包和软软的水煮蛋 妈妈急忙去准备 一直做了十个蛋 才符合乔尼的要求 这时 乔尼又突然改变了主意 想吃广告里的营养早餐 可是家里没有 于是妈妈急忙去商店给她买 等妈妈买了营养早餐回来 乔尼却又想吃其他的东西了 交纵型管教方式 会让孩子形成一种 错误的认知习惯 那就是 整个世界都要围着他转 只有肆意指挥他人 满足他们的需要 才能让内心感受到一种平衡 那么正面管教方式 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再来看看乔尼的故事 乔尼走进厨房 使用正面管教方法的妈妈 会问她 你想吃吐司面包还是玉米粥 让乔尼自己做出选择 乔尼想了想 选择了玉米粥 妈妈把一碗热乎乎的玉米粥 放在乔尼面前 乔尼尝了一口 皱起了眉头 说 我不喜欢吃这个 妈妈说 好吧 那你去玩吧 吃午饭的时候 我会叫你 妈妈并没有试着 劝说乔尼吃玉米粥 也没有采用暴力手段 她只是接受了乔尼的选择 并让乔尼承受所有的后果 即使在乔尼肚子饿了回家后 妈妈也没有给乔尼重新准备早餐 而是让她坚持到吃午饭的时候 这种正面管教的方法 一开始似乎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效果 甚至还有可能引起孩子强烈的不满 但是 只要我们坚持使用这种方法 孩子会意识到自己的失败 从而慢慢收敛起暴躁 操纵等不良行为 在不知不觉中修正自己的态度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改变严厉与骄纵的管教态度 用正面管教方式与孩子互动 严厉型与骄纵型的管教方式 在短时间内或许有效果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两种教育方法会削弱孩子的责任感 让他们失去独立成长的机会 正面管教方式 则帮助孩子在自我控制的基础上 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并以此为基石 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与独立性 说完第一点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重点内容 不要试图赢了孩子 而是要学会赢得孩子的合作 有一些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容易走进一个误区 那就是试图用控制惩罚的手段 赢了孩子 即使伤了孩子的自尊心也无所谓 这位父母认为 惩罚能够快速制止孩子的不良行为 达到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 在惩罚孩子的时候 他们还会随着心情的起伏不定 附加一些带有羞辱性的话语 他们觉得这些话语会刺激孩子 激发孩子从此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我们必须要承认 语言上的羞辱 有时是能起到激发孩子自我改变的作用 但是更多的时候 他们却会让孩子的情感受到损伤 无形中降低孩子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 将一个原本顽皮却自信的孩子 打击成一个听话却充满自卑的人 如果父母的羞辱太过分 孩子还容易走上一个极端 变成一个具有讨好心人格的人 为了维持自己可怜的自尊 他们学会看父母的颜色形式 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父母的认可程度 因此他们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都是在寻求他人的认同 如果父母一次又一次的在教育的过程中赢了孩子 但是却挫败了孩子的自尊心 让孩子学会讨好他人 这样的结局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吧 还有一些父母从不尝试在生活中赢了孩子 他们更愿意赢得孩子 这里的赢得指的是在教育的过程中 父母一边给予孩子正确的教导 一边维护孩子的尊严 用尊重孩子的教育态度 一步步赢得孩子的合作 当孩子觉得父母能够理解他们的心声 而不是故意挑刺和找事的时候 就会更加乐意听从父母的教导 并在父母的指引和帮助下 改正缺点或者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赢得孩子的合作并不是多么高深的教育方式 它主要包括四个步骤 使用这四个步骤 每一位父母都可以营造出和睦的教育氛围 赢得孩子的心 我们这就来依次看看这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 表达出对孩子内心感受的理解 这种理解是要以友善的态度为基础的 如果一开始父母与孩子之间就剑拔弩张 那么父母对孩子内心情绪的理解 肯定会出现误解 第二个步骤是 表达对孩子当前处境的同情 同情的深层含义是 父母向孩子表示 能够理解孩子眼下的心情感受 但它并不表示 父母认同孩子的不当行为 如果父母能从自己以往的经历中 告诉孩子自己可以感同身受 会更容易让孩子听从父母的教导 第三个步骤是 告诉孩子自己当下的感受 如果前两个步骤进行顺利的话 父母已经在家庭中营造出一种相互尊重的气氛 这个步骤的进行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孩子会放下内心的抗拒力量 平心静气地听父母说话 最后一个步骤是 让孩子关注解决问题 为了避免将来再一次出现类似的问题 父母可以帮助孩子一起想办法 讨论出减少此类事情发生的方法 这时父母最好能让孩子多思考 从孩子的角度吸取教训 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二个重点内容 不要试图赢了孩子 而是要学会赢得孩子的合作 教育孩子的本质 是让孩子从当下的不当行为中得到教训 达到自我修正逐步成熟的结果 所以父母不要以赢了孩子为目的 而是要通过尊重和聆听孩子的心声 在教育中赢得孩子的合作 以便帮助孩子矫正错误 培养各种良好的品格 说完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去除惩罚性的思维模式 培养善于解决问题的孩子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传统教育方法通常会告诉孩子 不要做什么 或者根据他人的经验 要求孩子模仿他人去做什么 而正面管教方式就大不同了 他更加关注解决问题 希望能引导孩子在生活中 做出更好的行为选择 解决问题的主旨 是寻找出最佳的解决办法 帮助孩子学会想办法 而不是通过惩罚的手段 让孩子未犯错付出代价 所以当指导孩子 讨论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用头脑风暴的方式 引导孩子学会独立思考 比如说下课的时候 有两位同学因为贪玩 没有听见上课铃声 结果迟到了 老师在班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请同学们帮助这两个同学 解决迟到的问题 同学们提出了很多建议 有的同学说 让他们放学后留在教室里 迟到多久就留多久 有的同学说 明天的课间休息时间 不许他俩出去玩 罚他们擦黑板 还有的同学说 把这两个同学的名字 大大的写在黑板上 保留一个星期 表示惩罚 仔细听听这些建议 我们会发现 他们更多的聚焦在 两位同学迟到的行为上 过于关注这两个孩子 所犯的错误 以及应该对他们 做出的惩罚 毫不客气地说 这些建议的出发点 是惩罚犯错的人 他们的后果 是对犯错的孩子 造成伤害 世人难免都会犯错 不能因为一个人 犯了一次错 就要永久地 将他定在耻辱柱上 帮助犯错的人 改正错误 陪伴他们 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是比惩罚他们更为重要吗 面对刚才的问题 如果我们采用 头脑风暴的方式 结果会大不相同 头脑风暴 侧重于讨论 解决问题的方法 它更关注 如何帮助犯错的人 在未来的生活中 做得更好 同学们同样 想出了许多好办法 有的同学说 上课铃响了以后 可以全班同学 一起大喊 迟到同学的名字 叫他们回来上课 有的同学说 建议学校把上课铃的声音 调大一点 让所有人都能注意到 还有的同学说 可以选几个同学 监督迟道的同学 及时提醒他们 回教室上课 很明显 运用头脑风暴 提出的解决方案 没有一丝一毫 惩罚的意味 它们全都是一些 有帮助的建议 每一条都能有效地帮助 犯错的同学 改正错误 当解决方案汇总以后 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从中选择一个方案 这种充分的自主权 会让犯错的孩子 感到备受尊重 从而提升他们的 自主性与责任感 不过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孩子难免会感到 心烦气躁 他们很可能 既不愿意听取 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不配合他人 进行头脑风暴 这时 我们首先要让孩子 冷静下来 积极地暂停 就可以让孩子尽快调整情绪 回归理性思考的状态 什么是积极地暂停呢 当孩子犯了错误 挨了批评的时候 情绪总是会很激动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 处理问题 会引发孩子的反感情绪 所以 我们不妨给孩子 留出独处的时间和空间 让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 暂停一下 从冲动过渡到冷静 这样才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这种教育方式的目的 与头脑风暴非常接近 都是为了帮助犯错的孩子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让他们乐观地面对未来 而不是让孩子 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与以往的犯错相比 摆脱过去的阴影 大踏步走向光明的未来 才是更重要的 积极地暂停 需要有一个安静的角落 我们可以给孩子在家里 布置一个快乐角 这是一个属于孩子自己的地方 他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放几件孩子最喜欢的玩具 几本有趣的图书就够了 父母最好让孩子 自己选择快乐角的位置 亲手布置这个角落 同时父母要和孩子约定好 当孩子内心烦躁 或者不开心的时候 随时可以进入这个区域 独处一段时间 当孩子进入快乐角以后 其他人都要配合孩子的行为 让他们在快乐角里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让心情平静下来 在采用积极的暂停教育方式时 父母不一定每一次 都能和孩子一起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案 但是仅仅暂停这一行为 已经足以缓解 孩子内心的负面情绪 让孩子乐意听从父母随后的建议 将自己的不当行为 转变为能被社会所接受的行为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 第三个重点内容 去除惩罚性的思维模式 培养善于解决问题的孩子 当孩子犯了错误以后 不要揪住孩子的污点不放 运用各种惩罚措施 处罚他们 教育的目的是 为了孩子更好的成长 而不是背负着 以往的过错 艰难前行 父母应把错误 看作是孩子学习的机会 使用头脑风暴 和积极的暂停的方法 陪伴孩子一起寻找 解决问题的方案 引导孩子走出 不当行为的阴影 一步步改善 自己的行为表现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内容 就聊得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 改变严厉与骄纵的管教态度 用正面管教方式 与孩子互动 严厉型与骄纵型的管教方式 分别是过度控制 与没有控制的极端表现 但正面管教方式 却既有规矩又有自由 它给予孩子 一种有限制性的选择权 让孩子在独自做出决断的同时 学会尊重他人和 承担后果 其次 我们说到了 不要试图赢了孩子 而是要学会赢得孩子的合作 在父母与孩子的相处中 有些父母喜欢通过惩罚 控制等方式赢了孩子 而另一些父母 则更愿意利用维护孩子的尊严 尊重孩子的方式 赢得孩子的心 让孩子从大人的鼓励 与爱当中 获得健康的自我价值感 最后我们说到了 去除惩罚性的思维模式 培养善于解决问题的孩子 当孩子犯了错误以后 父母可以选择惩罚孩子 或者解决问题 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 会影响孩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明智的选择应当把错误 看成学习的机会 帮助孩子学会解决问题 而不是为自己犯下的过错 付出长期的代价 运用正面管教的教育理念 或许不能培养出完美的孩子 但是它能让父母和孩子的相处 变得更加快乐 幸福